还是中国的外交要增加一些透明度 把这种双方即将这种有利和不利的方面都向老百姓说清楚 就是一个方面 打烧老百姓的意思不必要的怀疑 最后我们当然更清楚的就是说中国的外交要与其俱进 也要尊重这个价值观外交 什么价值观外交 就是说尽量的对这种独裁进传 因为从地上政界来说你不能不跟独裁政界打交 和往侨省时代中国的邻居就像美国一样 他也跟沙特打交道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我觉得你必须对侨省那种违反人道的残暴的一方面 必须要有所批评 必须要有所批评 但是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是很难做到的 因为它自己就是不人道的一个政策